仙皇让你服下仙丹 说吃了后就会升到惊仙 进阶为仙官 可你却惊恐地看到 那些仙官的丹田内 盘踞了一只只张牙舞爪的虫子 你叫逍遥 本是一介凡人 生来就拥有透视智能 仙玉的仙皇对你看重 特地为你求来仙丹 吃了吧 到惊仙后 本皇向仙帝请求 加授你为仙官 你咬牙歇过 假意将丹药吞入 回到房间后 再也忍不住将丹吐出 外朝的唐衣已经破了 露出里面的虫卵 一刀杀了虫子 从此以后 过上了假装吃了仙带的生活 可数个月后 你迟迟为了晋升 几个师兄急了 师弟怎么还迈向混乱呢 他们当初五六天 就发生蜕变 你壮了胆子问他们 仙人是什么状态 大师兄笑了 说丹田内会加上仙脉 每个人都会觉醒 对应灵根 说着手指生出一条火来 可你分明看到 在那丹田内 所谓的仙脉 是那诡异的虫子 伸出一条触手 炼截了他的肉脊 那虫子天生会火 所以大师兄就是火灵根 二师兄的虫子会水 他就是水灵根 你不理解 为什么师兄们 红然不觉 替那有虫子 你决定一走了之 可某天在墙角 听到了整个清虚观的死性 大师兄问二师兄 所以那些修士 都杀干净了吗 二师兄擦着长剑 慢条私理道 放心吧 一个没留 包括灌主天神子 和师父云娘 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 一百多号人呢 累死我了 一个温和的大师兄冷漠道 确定都死透了吗 二师兄嘻嘻一笑 放心 可别让小师弟知道了 先瞒着 但他成了仙后 再告诉他 修仙者不需要七情六欲 哎 只可惜他成仙太慢 否则 就是他自己 亲手杀清正道 你如同兵教 师父当天收留你 你被仙皇接走了之后 还愣呵呵说 到时候 你若成了仙 还让你给他 喂出事的孩子取名字 你迟迟为能助击 终于引起了仙皇的怀疑 他带你去向仙帝 再求一枚仙丹 大殿中 你和仙皇跪在地上 在正常人眼中 仙帝是个慈眉善目的高人 可你却分明看到了 一只盘踞在殿内的 巨大怪物 他已经不算人了 丹田内的虫子 吐出一枚虫软 仙皇更进 结果谢仙帝次丹 吃下丹药之前 二师兄为了确保顺利 带你去看其他弟子 吃丹药的过程 逍遥 你且看 多痛事 你看到 那些外门弟子们 兴起入狂 结果仙丹 服下的第一个小时 糖液融化 第二个小时 冲染苏醒 他们会在丹田内灼肠 伸出出手 链接体内的七斤八脉 直到第六个小时 他们和宿主 融为一体 吭射血肉 窃取营养 他们排除了污秽 会在人体体表代谢出来 二师兄说 这是洗精一髓 排除凡人的污秽后 就是仙体 由此 你也确定了 服下仙丹后 至少一个小时内 是安全的 当这二师兄 和仙皇的面 服下了仙丹 回到家后 你用匕首和皮筋 做了个弹弓装置 对着丹田 为了防止意外 你还写下一张纸条 算证时间差不多后 虫子链接经脉 引动机关 匕首射入丹田 啊 的一声惨叫 接着你就晕了过去 等再醒来的时候 你是仙体 体内的虫子还在 但是已经死亡 旁边还站着 大师兄和二师兄 逍遥 你没事吧 他们是听到你的惨叫后 闯进来救人的 这时候 你注意到二师兄手里 还拿着那张纸条 上面写着 服虫丹 只有你认得出 大师兄对你说成恭喜 终于踏入惊心境界 从此以后 就可以加手为仙观 食品为仙力 但若是完成咱们昆仑仙语 所派发的特色任务 就可以逐步晋升 获得更多丹药 听到这儿 一差点吐出来 更多丹药 那不就是更多虫子吗 是了 原来昆仑仙语的法则 就是通过让虫子吃虫子 以养骨的方式 来培养仙观 虫子越强大 被控制的宿主也就越强 大师兄说 他是五品仙宫 二师兄是六品仙侯 官位越高 权力则越大 甚至后期 可以自创秘境 定制仙语法则 你们所不知道的是 你们所在的昆仑仙语法则 就是由现任仙帝所创建 通过虫子植入体内的方式 来进行修建 而他制定这个法则 还有另一层神秘目的 那就是 子虫产生的生命能量 会反补到母虫身上 它就是那个最大的母虫 除了你们目前所在的 昆仑仙语以外 还有太威 中天等六大仙语 现在你是仙体 过阵的仙皇 应该想安排你 去斩杀妖兽 清剿邪修 这些邪修 隶属于不同势力 例如古墨统治的南瑶圣域 鬼族统治的北冥鬼域 这些邪修 和咱们仙语互为敌对 小师弟 一切不可懈怠 随后 他们就离开 去跟仙皇 禀报你成功成仙的消息了 可临走前 你总感觉二师兄 看你的眼神怪怪 你当了仙官后 却发现周围仙人同僚 都是怪物 魂不自知 这天 昆仑仙语 组织特殊任务 让你们下山历练 此处暴雨不断 妖说横行 百姓们苦不开言 除了一些低级仙官外 还有二师兄和小师妹 与你一道随行 小师妹虽然家风叫完 只是九品仙师 但天赋最高 随手一剑 就让妖怪劈成两截 剑状 众人纷纷鼓掌 可你却分明看到 那根本不是妖怪 只是一个无辜村民罢了 而这些所谓的仙人们 都是吞服 名为仙代的虫软修行 他们眼中看到的世界 是那些虫子们 想让他们看到的 你给师妹擦汗倒水 小师妹笑了 看下你的脸 要红红的 不知道在想什么 夜晚 你们在一处破败道观流速 这时候一个和尚闯进来 牙齿打颤 怪怪物啊 小师妹披了他一眼 一箭刺过去 将他刺了个透心粮 你惊呼 师妹你干嘛 小师妹烦到 一脸疑惑 那不是一只妖怪吗 你苦笑 是啊 你也看到了 没错 自从你成为仙体后 体内的虫子虽然死了 但左眼看到的是改写后 右眼看到的却是人间 在师兄师妹眼中 那分明是一只妖怪 作为修仙之人 有什么理由不杀呢 这世上哪有什么鬼怪 只有仙山道玄 生命水火罢了 你沿途修炼 从未拔剑 但这种事不关己 也很快难以维系 因为小师妹好心 给你留了一只小的妖怪 来 师哥 别怕 杀了这妖怪 你就熟悉了 可你分明从右眼中看到 这还只是个七岁孩童啊 从喉咙凤中 挤出来声音 我 我不行的师妹 二师兄拔剑一挥 那妖怪人头落地 他懒颜颜靠在一旁 提着个酒 葫芦喝了一口 唉 师弟 在女人面前 可不能说不行 师妹白了他一眼 没个正经 看你脸上的通红 还以为是害羞 还安抚你 别怕师哥 我第一次杀妖怪的时候 表现比你还不如呢 多杀几次 就知道了 你低下头 看到的 却是在师妹丹田内 张牙舞爪的虫子 通过历练 你摸清了这些虫子的生态 他们寄生在修行者体内 对宿主的认知 进行改写 愚弄 而凡间共同的香火 可以让他们得到灵力 实习成长 但如何让百姓众生 对仙玉仙官为敬畏呢 很简单 将鬼怪斜碎 支撑侧子 分发到明天 以灾害挂钩 这样 等到灾难降临 民众以为是怪物作祟 这时候仙官再出手诛邪 如此一来 众生敬仰 灵力加深 半岁时间前进 你越来越痛苦 你的仇人 到底是二师兄 小师妹 还是仙玉 亦或是那群虫子呢 这一天 你在宗门附近巡游 意外发现条密道 闯过重重机关后 赫然发现了一个 被锁链绑复的老人 铁锁穿过他的琵琶鼓 半分力气用不得 而这人 正是你未成仙之前 清虚观的师父 天玄子 逍遥 是你啊 你总算来了 可你分明记得 二师兄对大师兄说 他已经把清虚观 全杀干净了 天玄子笑了 当初 的确有仙观 杀上清虚观 他只记得晕过去了 再醒来后 就是被一个 黑袍神秘人给救了 那人 叫他说的全部真相 可却不放他走 一直关押在这里 你把仙丹 虫子 和昆仑仙域的事情 都说了 天玄子的叹口气 逍遥 我本想瞒着你 让你安然度过一生 可谁知 你还是因为天赋 被仙皇选中 做了仙观 从天玄子口中 你得知了 来控制手底下的仙观 他们杀戮百姓 利用恐惧 来收集信仰愿力 天玄子叹道 逍遥 这天地间 共有六大仙域 中天 昆仑 南瑶 北敏 吉西 太威 其中北敏虽为鬼语 但鬼修却行的都是人道 哎 想着堂堂的昆仑仙域 自好名门正道 可做的 却都是屠戮百姓 靠空愿力之事 何等讽刺 逍遥 你快离去吧 你有仙体 找一处有良知的仙域 重新坐上仙观便是 你绝望了 师父 那道清习惯的人 就都白死了吗 师父笑了 那神明人跟他说过 仙域的仙观们 门前必定挂着辟邪通灵 这通灵可安抚体内虫子 可容量铃铛全部摘掉 不说三月 六品仙喉以下的 就全都会走我入魔 回到房间后 小师妹给你递来一件 五皮内敖 有点脸红 师兄 这是我给你做的 你神色复杂 只是说了说谢谢 当晚 昆仑仙雨就出现异样 不少仙观半夜时分 尖叫着从住所冲出 声嘶力竭的喊着 怪物 虫子 仙皇茶就在端倪 火速镇压 他看了一眼 羞是门前的通灵 其中口舌全都消失不见 通灵被拔 快去查 这些事 是你偷偷做的 证据早就销毁了 可那只拔通灵的飞爪 还没来得及处理 所以当执法仙观 从你房内搜出飞爪时 你知道末日要来了 可这时 二师兄 懒洋洋的摇了摇手里的酒咕噜 诶 执法师弟 瞧见没有 这是从老君拿脱了供酒 就是用飞爪抓的 是我 让小师弟帮我做的 给师兄的面子 啥不为力啊 此次同灵被拔实践 就这么遮掩过去 但最后 执法弟子汇报时 仙皇 还是淡淡瞥了你一眼 没说什么 但已经在怀疑你了 这事过后 你要搞清楚二师兄 到底是这回事 请到喝酒时说道 上次飞爪的事 多谢师兄 他却笑了 你要谢我的事 拖着呢 你反应过来了 难道说 救下天雪子的那个神秘人 是你吗 二师兄道 修仙之人 去避谷 否则触犯门规 注重处罚 可我出身降向人家 只有富贵 喜好美酒 可他提的虫子不喜欢 凡间美酒 会让他们犯困虚弱 到这时 我才会醒来啊 说吧 二师兄朝着山上走去 一边走 还一边喝 唱着荒腔走板的歌 河山万里 金玉巷 狼烟祸 奇迹芒 赤妹亡两乱仙玉 盗鬼先修 过朝纲 一念清虚旧梦 逍遥天地如常 这荒诞的仙玉 世间 鬼的虫子 鬼上的仙官 谁人能说清醒 谁人能说迷茫 唯有一念逍遥 仙魔疏徒 尽苍茫 仙皇让你服下仙丹 说吃了后 就可以升到金仙 进阶为仙官 可以去惊恐的看到 那仙官们的丹田内 盘踞了一只只 张牙舞爪的虫子 在这样的仙玉 生活了三年后 终于到了各仙玉 派同辈弟子切磋的日子 这一次代表昆仙玉 出战的是你 上了一台前 小师妹给你送了个平安节 师兄 你一定会大获全胜 二师兄哈哈大笑 师妹 你是不是喜欢逍遥 一句调笑 修的小师妹是满脸通红 大师兄拍拍你肩膀 放心冲 要是被打了 师兄帮你出气 那一台赛一场顺利 由于你要透视智能 可以清楚看到那些对手 体内的灵力走向 往往能够未卜先知 亲从击败 由此你也确定 其他仙玉的人 全都是正常的修仙者 只有你们体内 寄宿的虫子修仙 这应该就是 昆仑仙玉 特有的仙玉规则 拿下优胜后 师兄妹们都高兴坏了 小师妹贴心的给你换药 二师兄 则还是靠在一盘喝酒 大师兄摸摸你头 好样的小师弟 回去我给你情傻 你很矛盾和纠结 你憎恨这个仙玉 痛恨那些无处不在的虫子 但真的很喜欢这些人 接下来的三年 你白天修炼 晚上就去地牢陪天玄子 可学校的美好 总会落下帷幕 根据天玄子的嘱托 你准备了 能对付仙官们毒药 当晚你吃剑斩下 大家门前的同龄 这很快引起骚乱 其他仙官们 慌慌的冲击喊道 小师弟你干嘛呢 要是被仙皇知道了 会不会责罚的 可你去治罗网文 直到一会儿功夫 终于传了一声爆贺 师大师兄 小瑶 你疯了吗 你在干什么 仙皇 但你不薄 你手下不停 师兄 别骗自己了 你仔细看看 这到底是仙语 还是虫枯 同龄被毁后 大部分仙官体的虫子暴走 他们都走火入魔了 大师兄 也受到影响 实力大幅下降 他咬牙 小小叛叛徒 仙皇 方才闭关 接着同门开刀 你抛出一只手掌骨 师兄 你还记得当年 你成了仙后 回去家乡 发现父老将军们都消失了 只扔下诸多怪物嘛 你一怒之下 全杀了 可看看这手骨吧 这是我从你家祖坟里 刨出来的 这就是当时 你杀的怪物 你提那虫子 让你看到的幻象 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这六根手指 是你刚满月的儿子 还是怪物 啪啪一声 大师兄的剑 落在地上 疯了 全都疯了 不可能 你转到看下另一边 这是闻讯而来 完全呆住的小师妹 你问他 师妹 你信吗 小师妹没回答 他带你许久 不断低头 看着自己的丹田 一面的虫子张牙舞爪 他痛苦抱头 师弟 三年前 我在破庙杀的那只怪物 你问我杀他干嘛 难道说 你点点头 没错 那是一个小沙米 是比我还小的可怜人 小师妹终于崩溃了 我把命赔给他们 说吧 长剑磨个脖子 你没来得及阻止 他就倒在地上 而二师兄呢 他平时只喝酒 所以没服下毒药 哪怕看着大师兄 可小师妹的尸体 也只是笑笑 小师弟 有有有谋 做了我不敢做的事情 他坐在小师妹旁边 放下长剑 杀了我把小师弟 你愣了一下 二师兄道 小师妹死了 大师兄也死了 这样的疯狂日子 我早就过够了 笑了癫狂 笑至血泪 你沉默许久才心情说道 如你所愿 师兄 三个人三般心态 大师兄是抵死不认的倔 小师妹是生死力竭的哭 二师兄是风轻云淡的死 接下来 一路杀上仙公 劈开仙帝的大门 下官逍遥 败见仙帝 他正盘坐在葡丹上闭关 科体内的虫子 仙帝你知道吗 金单是虫软 有蠕虫盘踢丹田 可仙帝冷亨 挑言妖语 蛊惑人心 一下把你钉在墙上 黄望 何为真何为假 你怎么就能确定 不是你脑海内 有一只蠕虫 扎根盘踢 蛊惑你 让你误以为 我们都是赤美亡凉 又骗你用计 让我们走火入魔 然后 他再好吸取养粪呢 仙帝此前果然犀利 科尼却呵呵一笑 我当然知道真假 说吧 露出怀内的传音铜镜 这镜子 我早已传遍仙鱼各地 让云云众生 来为我作证 谁为仙 谁为魔 既然你我难 变真假 那就把这一切 交给天下 这一刻 你清楚看到 仙帝丹田田的母虫 痛苦惨叫 那是愿力断绝 信仰崩塌的后果 失去了香火愿力 仙帝 也就没了那份 因你为傲的实力 你一剑斩下他的头颅 看来 是我赢了 十几天后 你带走了天轩子 离开昆仑仙鱼 朝着北冥鬼域走去 如今 一有仙人之体 那就从鬼域一步步做起 从九匹民兵 升到冥皇 既然 昆仑仙鱼的先帝 让云下成名 活得连鬼都不如 那我便坐上这冥皇之位 定制那鬼域法则 换朗朗天下 一个太平 天轩子笑了 妙才妙哉 这仙官室位之路 不只是你 也应该让人云众生 都体验一下 我用法力勾进幻境 让大家也能通晓 仙官升级之路 避免昆仑仙鱼 这样的悲剧 这方一念逍遥世界 理应让天下人 共互持